这个小花篮是我用一次性杯子做的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也非常的像呢 它的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找一个不用的一次性杯子 把上面的白边剪下来 剪完的白边不要让 我们一会做把手 下面我们把杯子分成八等份 先对折压出折痕 再把两个折痕对折压出四等份 然后再用两个折痕对折两个折痕 压出六等份 打开后我们再用这两个折痕 压对面的两个折痕 我们现在得到了八等份 然后用剪刀顺着这个折痕垂直剪下去 剪完之后我们把每个小条再对着一次 对着完之后我们再用剪刀把它剪一看 这样我们一共就得到了十六等份 再找一只笔啊 把这些小条拉出弧度 然后我们随便找一个小条翻过来 插到另一个小条的旁边 然后把折痕压紧 第二个小条呢也是这种操作 把它穿过去 然后放到旁边 把折痕压紧 最后一个小条呢 它也是这样操作 插进去 然后把折痕压紧 然后我们把这个小白条剪掉 三点五厘米左右 两边粘上双面胶做它的把手 粘在外面的小条上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这个花篮就做好了